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说在所有的女嘉宾中 我最喜欢的是李晶 她的身上有温良恭敬让的美德 也有知识女性的含蓄和修养 她没有明星般的美貌 却有小家碧玉的秀气 我觉得你是大家闺秀的长相 所以我觉得认错人了 我觉得肯定是认错人了 下边证明没认错 她不穿华丽 不穿紧身 不化浓妆 也不敷衍打扮 她在没有痕迹的精致中美丽 我觉得这是每人一个版本 不是 我说她给每一个嘉宾 可能都有一个版本 没有 她讲得特别好 比如说她讲李美锦 她就说 李美锦教授 专业又通俗 唯唯道来 听来受益不浅 看到她 我就会想到 外交部副部长傅盈 这些年近六十的女性 依然有自己的职业 依然被社会需要 这叫什么呢 依然风采不减 实在值得佩服 就说明人家真是 认真研究了的 这就说到 咱们对这个人物的 都有一个心中的评价 但是有的时候 这个评价呢 也有争议 有的人觉得她好 有的人呢 也可能觉得她不好 所以我这就讲到一个什么呢 就是咱们也得转换一下情绪 一个很不幸的一个事情 这个微博里 大家都在跟我们讲 说郭川 说聊一聊 这个郭川船长 这个郭川船长在这个 10月26号 在做跨越太平洋的 这个航行 我不知道这应该就是 她人生最后一次了 因为现在还没找到人嘛 当时那个 弹香山那个飞机啊 都看了 就是她的那个翻船 只有船 翻呢 好像倒在海上一边 人就是没有了 她的家人当然特别难过 家人现在还要求继续 继续找呢 搜寻 那继续搜寻 而且要求投放食物 她就是觉得可能性 因为她不是说海上 她那个船上 有很多件救生衣吗 就是还是希望 她落海的时候 至少是穿着一件 救生衣 那这样就是还有这个 生还的这种可能性 就是我不知道 她会不会有 也有听说 会不会抱着一个 什么救生衣啊 或者什么在海上 还在飘 有没有这种生还的可能呢 她这个事情是 我去年四月份正好去青岛的时候 我们住一个酒店 你见过这个郭船长 我们而且在一个桌子上 他待的时间不长 而且他钓了一条鱼 在海里钓了 他小木来了 就把他切成生育片 我们就把他吃了 我跟他个人是朋友 有交情 咱们先看一下 他的样子 这个是航海界的中国英雄 对 郭川船长 你再看下边 郭川船长 对 他是什么 就是创造了很多个这个记录了 对吧 比如说这个环球的138天 多少英尺 40英尺的这种翻船 而且是单人的 就是全球的这个记录 他是这样的一个人 小木你接着说 对 我个人来跟他 对他的这件事的评判 那是我们虽然是很好的朋友 或者是我们见过一面 他而且我还吃过他 帮亲自钓的大鱼 但是有一件就是 他如果说 你看到他的家人 现在还要去投食物 这一点 就是如果是在没有可能的情况之下 完全保证自己 生命安全的情况之下 是不是对 家人是不是一种不负责任的感觉 我会觉得 其实你看到了 他的妻子小孩 他会 但挑战极限是对的 我也愿意 也愿意支持 但在没有完全保证自己的 生命安全的情况之下 引起这么大的反响的时候 而且特别是对家人 我觉得是 对他是不是不负责任 就是小木说的这个 这就是现在网上 围绕着这个郭川 很激烈的一个争议当中的 一派意见 这派意见 我觉得说话 说的也挺损了 有些人说什么 说有的人就是不作 就不会怎么着 就是说你 你自己为什么是 又不是单身汉 对吧 有家有口的 生命危险 为什么要这么去冒 但是我看好像报纸 登报纸 环球时报还登报纸呢 肯定这种精神 什么的 你怎么看 李静 我刚才觉得 小木老师说的 就是我个人感觉 还是有点 就是挺优点 日本的色彩 因为日本人的这个理念 是不要给别人贴麻烦 你看日本的那个 有我记得是去年 是前年有两个记者 在去那个RS那边 对被绑架了 然后交流了很长时间 谈判了很长时间 最后也没救了 还是被斩首了 但是他们你知道 那个父亲的第一反应 是什么 向社会道歉 对 就是很抱歉 我给你们带麻烦了 政府又去营救 就是造成这么大的人 都来去 因为他是觉得 你作为一个成年人 你去那个地方 你应该意识到 这个风险是有多大的 那么你又去冒这个险 冒这个险 但是这个风险 是由社会来承担了 所以你是不负责任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 小木老师话是一个 对 你不是同意他的意见 你是能知道 他的这个意见的图样 对的 一个背景 对 一个意见的背景 但是作为中国人呢 我 我可能又是一个七强牌 就是我也知道 中国网友 就是一方面 他是被一种 英雄主义所感召 就是我也看过 朋友圈里 因为我们也做过他嘛 这个朋友圈里 一方面就是说 我看更有甚的 就是把他拔高到什么呢 就是说 这是中国人在 离海洋多少年之后 因为正和下西洋之后 不就封闭了吗 然后把他拔到那种高度上 就是说 这是像海洋精神 又重新来挑战 就是我们重新要征服海洋 又给提高到这种层面上 甚至也有些人 那赞扬他是英雄的人 把他跟这个麦哲伦呢 什么的 他儿子不提名叫 也叫郭 郭什么 郭布伦 就是 就是也是一些航海家的名字 就是他可能还是有比较 浓重的 这个情节的 但是我 我觉得作为 我个人来讲 我还是觉得 他还是应该在这个 就是风险 尽量 尽量可控的范围内行动 我 对 这是良好的一个住院 但是我倒跟你们俩 这个不一样 我就觉得 对他的这个事情 我觉得就是求人得人 一个 我说的最根本上 就是一个人对自己的生命 有处置权 他用来选择做什么 你看我的这个评论 好像是支持他的 可是我觉得 跟我见到的 无论从这个环球时报上 还是这个 还是郭船长自己的很多言论 我的看法都跟他们有一点距离 我的看法本质上是个人主义的 但是你觉得这件事情很有意思 大家说的都是集体主义的 包括郭船长本人 你知道吗 他有这个爱国情怀 他就觉得就说 就是就是我如果不能 这个完成我这趟航行 他在以前的创记录的 就航行当中了 他觉得我给祖国丢人 但是我完成了 我创下了记录 是吧 我为祖国骄傲 这他个人的这个情怀 很值得尊重 对吧 这个 那么包括我看环球时报上 有的评论 也是在说 我们的国家 在强大当中 需要这样 需要这样冒险家的 这个精神 对吧 我就觉得呢 这都是很可尊重的 一个情怀 但是呢 我是说啊 即便不为这些 很多世界上爱登山的 甚至就说吧 爱玩命的 当然他值得有生命危险 这里面有一个前提 就是说这个郭川呢 他不是没有经过训练 不知深浅的那种航海家 他是国际专业的 参加过国际大赛 国际这个比赛的 而且就说 他自己都说 这玩意儿就是 当然不是玩命 安全是第一位 但是当然 有些运动 那你说 小木要照你这么说 有家有口的人 你也不该去登珠峰 是不是 叛征珠姆拉玛峰 也不提倡 那你可以 可以保证自己安全 首先 不能保证 谁能保证啊 他有自身飞机 可以有飞机 可以登上 你看 日本有个88岁的 他也去登上 对吧 他下了一半 他有飞机 可以把它接 他保证 他的生命安全的 但现在的技术 我们的现在科技 各方面的 已经比以前先进很多了 以前手机都没有的 对吧 可能 现在海事卫星啊 什么东西都有 还有一个就是 就刚才我们李老师讲的 就是添麻烦的事情 日本人给社会 对吧 这一点你就是 包括我作为他的朋友 我都觉得 哎呀 他怎么会死掉 我本来还想见一面的 对吧 但他做的是很有 就是在我们大的环境下 哎呦 很英雄 很伟大 但是这种伟大 是要技术 在一个什么样的技术 上去做这件事 比如说 有些人辩论的时候 那时候就讲了 就说这个航天员 井海鹏 对吧 包括美国当年 这个登月的 现在还有那个特斯拉 那个疯子 他说过几年 他就上火星了 对对对 火星计划 那这些人 和他有什么不一样 不一样 当然不一样 因为那个是 那完全是国家的行为 他就是为国家去胜利的 你像日本当年 那么的赶事队 但现在我们不能提倡 这种东西 如果这个卫星掉下来了 他就知道自己要死的 回不来了 这个是为国家泄命 但那个航海 这个是不是为国家去送命 这点 我们知不知道 我们上次到那个程度来 来讨论这件事情 那我是这样想的 就是说 因为这个 我没有采访过郭川 但是我看别人采访过 他的一些文章 我在想这个事情 就是你说求人得人 我同意 就是因为很多人 我是觉得 他不是为自己的小家庭而活的 就打个比方说 你说毕加索 他在生活当中 他是一个好情人 他不是 但是他为人类贡献的 那么美大的 对 伤害了那么多女的 就像罗丹一样 但是他是给人类 做出贡献 他是等于是牺牲了 不叫牺牲了 就是他不是为一个 一个平凡的俗世生活当中存在 但是我觉得郭川 我看他的 我个人理解是他刚开始 是寻求个人上的一个 叫救赎好吗 因为他有 他不是曾经得过很 很严重的抑郁症 然后他刚开始是因为 他不喜欢现在的一个 一个比如说 拥长的一个生活 他要去寻找一种 比如说他去寻找这种运动 他来找自我的一种释放 或者是自我的救赎也好 那他走上了这种极限运动 我觉得这个没问题 但后来是不是因为外界的这种 比如说有些强加一下的东西 也不叫强加 就是大家要给他塑造成这样一个英雄 那他就要沿着这个走呢 我觉得这是不是一种反作用 我反正从他看到的这个 很多被采访 他的言论当中 我感到他都是浓浓的爱国主义 那这是不是刚开始就是这样吗 因为我觉得刚开始肯定是一个个人行为 他就是觉得在这样 就是他首先是一种身体上的一种 对 一种一种一种释放 对 但后来是不是就是外界的 比如说像包括媒体的这种采访 非要给他往那上面去抬高呢 就英雄 对 你觉得也很有意思啊 好像英雄需要具备什么特征 比如说图优优 诺贝尔奖的这个 我们会说他也挺伟大 对吧 但是好像这种就不叫 我们不会用英雄来形容他 但是你看一个帆船的船长 环球旅行 是不是英雄必须得有点冒险 才叫英雄 甚至是生命危险 才能叫英雄 这咱们去一下广告再思考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我觉得就是你像比如有些人会写这个文章 郭川的格局和郭敬明的窝居对吧 郭川也本来也可以过营造舒适安宁幸福生活的人 但他的精神格局却致远于海天之间 什么反观郭敬明笔下那些住着豪宅 跨着包包的富家子弟 怎么着还不是相当于把自己的灵魂囚禁于逼着的窝居里 我觉得这种比较倒也没有必要 就是其实就是人的这个自由选择 而且李经刚才说的这个 我也听出点言外之意 就是说我们把一个人当做英雄 我们也要慎重 就是慎重的就是说 比如说我觉得很多人干的事情 我都不会去跟从 因为个人有个人想做的事 但是这不妨碍我去赞叹他 赞美他 可是我不会给他施加压力 我也希望我的赞美 我不希望我的赞美成为他的任何动力或者压力 对就是有的时候会不会 他本来是出于一个初心 但是慢慢的呢 这个声名雀起之后啊 会不会大家的这种赞誉也给了他自己啊 加在那上面下不来了 越是艰险越向前 这个东西有点像跳高 你知道吗 就是我知道很多这个冒险家呀 你就会觉得他的终点就是死 真的就是就是说 这次我这么穿越了塔克拉玛干大沙漠 下次我总得来个更狠的 那你这样只要你成功 你就不会停止 于是你的终点就像跳高一样 你总会有可能掉下来的吧 像具体到郭川这个事情上 我没有看得那么细致 但是我看过一个就是 比如业内人士的评价 他说可能像这种船 通常就应该是两个人操作 因为两个人比如一个人收翻 还是一个人控制船 他这样互相有好好照应 你即使被那个甩到海里了 另外一个人也可以也可以施救 但是像他这种在这条路线上 然后他的那个 他是有一个团队 但是团队没有陪伴他 他是一个人在这样 那你出现什么意外 你就很难来去 有一个就是一个救助的机制 我看了一些因为我就想起 你看现在大家还没有 我们也不能说这个 这个就是一个悲剧的结果 就最后就确认了 现在大家还是怀着希望 但我就想起 我看过一个电影 他是讲 是一个就是 Angelina Julie拍的一个 根据美国一个真实的 一个战俘的故事 拍的一个电影 他不就是在海上 这个是美国一个战斗机 被日本给打下来 在海上飘荡了好长一段时间 最后被日本俘虏了 后来是另外一个故事 叫不可战胜 还是不可屈服的 我都忘了 但是他那个海上的那段生活 那是那真是描绘的很 很逼真啊 一个人在海里 你是看不到的 他那个就是 他这个飞机掉下去之后 美国也是不断的 派这个飞机来 在那海上搜寻 因为知道这个 自己的这个 这个战士掉到这里面了 他们派了好几架 但是在上面 看了一圈一圈一圈 就是找不到 因为在海里 你这个个人是太太太小了 所以你现在就是说 即便他穿着救生衣 然后往里投食物 你想那么大的飞机都找不到 你何况一个人呢 到现在呢 马航现在还不知道在哪呢 你们强调的总是这个危险 我强调的是这个人生 人生 我这么想啊 你得知道这个世界上 他郭川这样的人 你就是去提倡 也不可能是多数 他就是 我就是允许有人类啊 有这么一种人 这种人呢 甚至我见过更极端的 我认为他是求死 有的时候就是 也不能说他求死吧 郭川肯定不是 对吧 我是说有些个冒险家 你知道当年有一个电影 叫燃情岁月 你记得吗 这个比比特演的 他就讲的 好像那个人物就有真实的原型 咱俩怎么把这两对 这一对夫妻都提了一下 我刚才讲的太太拍的电影 你瞧瞧 这般配 就是说 你比如说家里几个兄弟 都是寻规蹈矩 过好日子 只有这么一个老几啊 他就是个浪子 这种有一种人就是天生的浪子 他永远不满意于 有个女的这么爱他 咱们好好过日子 他过不下去 要流浪 他的激情永远在远方 然后最后我记得 我被这个影片的结尾所触动 你知道吗 就是说 后来传说 他在大海上流浪 当过多少年海员 一会又在什么印度抽鸦片 一会又流落在哪的街头 就这样漂泊了一声 说最后他仍然是这么强悍 听说一个人 深入了这个 北美的这个荒原 就是好像结尾是说 一个人一头大熊 他又是孤独的射入森林 然后举着匕首 一个大熊从他扑过来 就在个猛兽的搏斗中 死了 就是这个电影 他说的就是 你看这么一种人生 有的人啊 似乎注定啊 他就要过那么 你比如像海明威 那个叫老人与海 你就看 当然海明威 最后的结局 大家也知道 就活 自杀吧 对吧 你有没有想到 有一种这种人 对 你像我 可能 陶哥老想说 我接了几次婚 我就是喜欢折腾的 那我是属于一个 想折腾的 我在中国折腾的 跑到日本也去折腾 其实这个政治 跟我本来以前 想法是完全没有关系的 但我可能也是在某 那个时 那个时候 被我们的当时的民主党 把他加起来以后 你必须做这件事情 你必须 但是我这个没有生命危险 我觉得我可以去做 你比如说 你说你没生命危险 你到日本去 你要这么说 我要是你家里人 你说你干什么不好 你跑那个歌舞剂 听到那种就鱼龙混杂 然后你也有过生命危险吗 跟他跟他老婆被绑被黑道 绑架差点杀了吗 那你那算不算冒险呢 你为什么要干这个呢 当时没想到 只是为了钱 那我很当纯 我没想到 我没想到 一定要是被人 因为没想到 我们同胞来绑架我 没想过这个问题 如果说日本黑社会绑架我 那还好 那我还能理解 但是不是日本人赶我走 而且是同胞来绑我以后 下次我第二次 被日本流氓绑的时候 我就已经有经验 所以我实际上 我被绑过两次 不错 是有个生命危险 包括我去竞选 我也有生命危险 有什么生命危险 当然 日本右派可以打你的 可以跟你开枪打 是吗 日本的黑社会 右派是有枪的 如果他讨厌你这个中国人 很多就是 被流氓哥搞死的都有 发生过这样的事吗 对 好的呢 我跟右派的呢 还有一些朋友 所以我这个呢 我就知道我不会死 所以我就敢站在大街上 拿了麦克服去喊 要中日友好 要什么东西 所以有些东西 你还是要考虑到他那个 我们叫risk 就是他的那个负面的东西 还是应该多考虑考虑 因为毕竟是现在是一个社会 不是你个人世界 那照你这意思 那些喜欢那个登山的 甚至高空什么坠落 跳伞的还是什么的 那冒各种各样 世界上的极限运动 都别玩了 你都是给社会添麻烦 都是让别人麻烦 那就让父母上心 通过我们的科学 通过我们的人员 更好地去保护救护 能够知道 就像日本现在不能搞黑天战 你明明你居里夫人 发明了这个右 结果没有控制这个右的爆炸的东西 就像汽车一样 我能开 但是没有刹车 你没处理好这个问题 那你就不要造汽车 就同样一个道理 但是要照你那么说 你像那个 我还可以说一个电影 那电影我都看得都哭了 很感人 就是也是真实的 走钢丝的 在那个911被炸那个双子 当时那个双子塔上 拉上钢篮 拿这个平衡杆 走钢丝 那个电影拍的非常有感觉 是真的 一个法国 一个法国的一个 这么一个人 他是完全是 警察就在那头待着 警察就在那时候等着 但是他就要创造这个记录 按说他的老师跟他说 你一定要绑安全绳 你绑安全绳 你不会死吗 他说绑安全绳 那就不是我要做的事 我要做的事 就是在几百米 走过 从这个大楼 走到这个大楼 甚至还玩 走过去了 警察拉了拉他 通一回声 来在上面玩起 花儿来了 我没看 我听你讲 我心里都 都怪了 所以说世界上 存在的就是合理的 肯定有这样一部分人 有一部分这样的想法 所以他听了 就心里就跳 对吧 我听到我腿都发热 对吧 但是人的暗号没有办法 我们不去制止他 但真正就是 什么人 什么事情都可能存在 存在就是合理的 没错 你就是说 他这个电影表现 这很有意思 你当然是给社会添乱 要不然纽约警察 不会抓你 不是每年都有 什么蜘蛛人 是吗 徒手爬 一会儿爬 这个爬那 问题在于 警察抓你 把你靠起来了 警察给你竖大拇指 你看这就是人类当中 一种东西 你知道吗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讲 你们两个 有没有觉得 现在的这个生活 但小牧的生活 不会很拥长 你比如说你说李京 就整天跟这个老公和孩子 在一起过日子 做着一份稳定的 小家庇域 小家庇域的那种生活 你不会觉得这个生活 不是只有眼前的苟且 还有诗和什么甜言 当然我不能跟人郭川比了 但是其实我有时候 也会有这样的想法 其实比如说我们的工作 也会有各种各样的意外 因为你这样要出去 出去采访 你采访的东西 你很多是没法预料到的 那比如说我今年 比如说去切尔诺贝利 当然了 你去之前心里也是很忐忑的 别人就说 那万一呢 万一你赶上 比如说很多东西 它不透明的 你万一赶上辐射 我就跟你说 你知道我这个人是多么怂的人 打死我都不会去的 比如说要是我们公司 就说你去切尔诺贝利 我就是孔子说的那种啊 君子 威邦不入 乱邦不拘 君子不利 威强之下 千金之子 坐不吹汤 我是不能跟人郭川比 但是我觉得我个性也是愿意去 我知道可能有危险 但是我想 反正我愿意过这样生活去 我不觉得 就是我也知道它的风险 但是我去选择去 那包括我们其他很多采访 我上次就是也讲一个好玩的 是上次 就是刚刚去了挪威嘛 出车司机是这个 我一听的口音 我说你是哪里人 他说这个巴基斯坦 我说你是巴基斯坦哪个城市的 他还挺奇怪 问这么细 说拉赫尔 我说我去过 他说你怎么去过拉赫尔 我说我有一年去过 巴基斯坦采访过 中国人质在那边被绑架 他还挺意外的 我说我去过 然后他说你怕不怕 我说我是挺怕的 但是呢 有方面就是我是觉得两种 一种是觉得你工作 要求你 你没有什么可怕的 这就是你没有 你没有怕的条件 这是你的工作 你必须去 你要敬业 对 另一方面你怕不怕 我是怕 一到晚上那个区就开始 放那个 然后一个女人都没有 女的都是蒙着的 那你去到那都是很热的天 女的穿短袖 他就是这样看 怕不怕也怕 我有时候开玩笑 跟家里人说 我说我要出什么意外 你们不要替我难过 我就说这是我选择的生活 我到现在为止 我挺快乐的 我享受这种生活 当然我的风险不能跟人家比 所以我也觉得 我能理解他们 但是我觉得最重要的是 你自己想做 而不是说各种商业利益 对 还是政治利益 对 还是这种宣传的 给你架到那了 哎呀 我为了 我觉得就是说的俗一点 你的初心 我确实是真实的 我想去 是 我觉得他说的 拔高自己了 没有 你不是拔高自己 你说的比较实在 我也是觉得对于一些个 反正我就觉得 你想好像你找这个心跳的感觉 我 所以我总是说 我绝不会跟他们学习 但是我会赞美 但是我不是那种人 你要找这个心跳的感觉 我心跳感觉 别的地方 没有很多 生活太美好了 所以你看 比如说王石他们 爱登个山什么的 我都觉得挺 真的佩服人家 见面佩服人家 可是呢 你让我 对吧 他们就是 但是说你没有射过大江大海 你没有 你怎么能够有坚强的意志 你怎么能够有宽大的胸怀 我觉得这个聊的有点大了 是不是 但是反过来讲 就是说探险是一方面 但是你看今年还有一个 就是今年是那个长飘 30周年嘛 很多媒体也在做 但是你反过来就看 就是说 你必须得有这个条件 有一个基本的东西 你才去冒险 要不然你真是就去送死了 当年中国的教训 就是啊 当年中国的教训 就是那个美国的这个漂流 它完全是一个商业行为 它到处漂 但是中国一听什么 美国人要先漂我们的长江 他不干了呀 他非要先去漂 一点装备都没有 就是几个橡皮法子 这不就是教训吗 我觉得这种事情不能干 很重教训 你说当年傻的 就说不能让美国人 先把我们长江漂了 好家伙 死了 到最后还漂黄河呢 最后是国家叫停了 不能再搞这个了 就是你没有具备这个条件 非要为了一个民族子尊心 那个法子飘几次就漏 又漏水又漏什么的 人家肯定就死了 你说这种 你能叫他英雄吗 也是英雄 就没必要 是 是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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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